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京都,大阪,神戶,或是直接稱為京阪神 這三個城市包含周邊的衛星都市,總共有1900萬人左右 這麼多人生活在這個區域,好吃的東西絕對不能少 大阪的章魚燒,京都的抹茶甜點,神戶牛等等的知名特色美食 聽到就讓你口水直流 鮑勃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樂具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勃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樂具不熟的朋友,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SMART咖啡店於1932年創業 創業至今將近90個年頭 一直堅持著咖啡豆自家兼備 帶給客人最高品質的咖啡 這家店的另外一個經典料理,就是他們的法式吐司 麵包烤得非常的鬆軟 然後吸得非常足夠的蛋汁 加上甜甜的楓糖醬 明明知道早上吃這個熱量太高 但真的是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這家咖啡店就開在本能寺的附近 大家吃完早餐可以參觀一下寺內的一些重要文化財產 大家知道京都是日本吃最多麵包的地方嗎? 這裡好吃的麵包店真的很多 有些甚至在東京都有開分店 Five Run的麵包使用國產小麥製作 為了大家健康製作麵包的時候控制了糖分 也因此將小麥的味道更加體現出來 包不點的早餐的套餐 除了厚片吐司外 還有Food Granola麥片加優格 健康滿點 Five Run就位在景市場、商店街以及二條城的附近 吃飽飯就可以用走路的方式開始一天的行程 Coffee Shop Yamamoto 就在京都超級大觀光景點藍山車站的附近 深受觀光客以及當地居民的喜愛 店外跟店內的氛圍非常的懷舊文青感 早餐三明治是這裡的明星商品 包不點的牛肉三明治肉片給的很豪華 配上炒蛋以及沙拉 還有自家兼備的咖啡 只要1100日元 讓你第一餐就可以飽到中午 藍山附近非常多景點 有竹林小徑 跟超美的天龍寺 沿著貴川走走都很不賴喔 如果要說京都最有名的拉麵店之一 那就非本家第一序塔嘎巴西的本店莫屬了 這家店真的是永遠大派長龍 可能也是因為太知名了 營業時間也是直接從凌晨開到深夜 塔嘎巴西已經開了50多年左右 使用脂肪飽滿的國產豬肉 跟京都福建產老鋪醬油味道的湯底 十分的搭配 麵本身使用優質的小麥粉 吃起來的味道非常的順口 這家店開在京都車站走路5分鐘的距離 很適合早上剛到京都的第一餐 或是離開京都的最後一餐 提到大阪最知名的庶民小吃 就是章魚燒了吧 哈那大購就開大阪梅田車站旁邊的美食街 早上10點開始營業 可以當成晚點起床 然後沒有什麼時間慢慢吃早餐的首選 章魚燒好吃的秘訣就是高溫的控制 哈那大購的章魚燒外層烤得鬆軟 內部非常的實在 定番的章魚燒或加了大量 蔥和梅乃滋的尼姨麻油都很好吃 兩個人以上的話可以買兩種試試看 大阪是中央蟹賣市場 就像是東京的豐州市場 市場的N多 充滿已經100年了 海鮮當然是直接使用市場最新鮮的食材 壽司飯則是使用岡山的貝錢米製作 好魚跟好飯雙組合 吃起來就是爽 真的覺得住在日本能夠吃好吃的壽司當早餐 真的很幸福 市場位於中枝島的附近 是一個很適合散步的地方 吃完早餐何不再周遭走走消化一下呢 烏冬Q太郎這個名字聽起來烏龍麵就很Q 這家店的老闆曾經在高松跟晚歸的兩家烏龍麵名店修行過 於2017年在大阪開了這家Q太郎 這家店的店內裝潢十分的年輕 甚至有點潮牌服飾店的感覺 烏龍麵真是十分的Q彈 加上有了不膩的炸物稍微綜合一下烏龍麵昆布製的清爽 一定是讓你無法忘回來早餐 烏冬Q太郎就位在大阪城 新齋橋 還有任公園的中間 去哪也都方便 Sanku的烏龍麵可能跟大家常看到的純白色的烏龍麵有點不一樣 外觀上可以看到咖啡色的顆粒 店長稱為香味麥芽 聽說吃起來比起一般的烏龍麵更有香味 包補點的肉烏龍麵看起來有點像是大家常吃的牛丼飯 實際上肉的味道也真的跟牛丼一樣 搭配起烏龍麵其實很不賴 烏龍麵的湯汁可以稍微洗刷掉牛肉的油膩 當成早餐也不賴唷 Guru的特色就是麵包的種類非常多 聽說一天會有150種左右 Bobbo跟維恩前幾年在大阪拍片的時候 這裡魷魚跟飯店很近 幾乎天天都來拜訪 除了種類多以外 另外一個特色是麵包使用了多種小麥製作而成 讓食感還有香味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麵包上面的野菜 是麵包店自家農民所製作出來的 保證新鮮好吃 Guru古頂四滴木的地理位置很好 離大阪城走路幾分鐘就到了 吃完早餐馬上就會大阪城可以避開人潮喔 如果再食べ了無搜尋城戶的早餐 這家Konmushi no wa就是第一名 是城戶最具代表的麵包店 老闆莊思索先生原本是經營法國料理店 所以用法國料理的創意發想出多種口味的麵包 最有特色是法國麵包 國產小麥粉的香味 配上具有嚼勁的麵包 讓你一早就可以訓練下餓 聽說這家店的蛋糕也非常的好吃 改天再度回到神戶一定要試試看 Konmushi no wa位於神戶的市中心 距離車站也很近 去神戶港 藝人館等等的地方都很方便喔 影片結束之前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東映走橋的早餐介紹很多麵包類的東西呢 因為日本早餐的種類選擇比較沒有台灣那麼多元 麵包店的確就是日本主要的早餐選擇之一 然後也占高分排名的多數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影片有不少麵包店的原因 進來台灣早餐在日本也慢慢有名起來 有機會的話寶寶也來介紹日本台灣早餐店給大家看看吧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看到人在看見 會不會 不會 可以 我們會不會